BRT车门夹伤女童 司机拒绝开门照样行驶 家长质疑司机应变有问题 市长林佳龙要求立即检讨 避免蒋介石同向在228总被泼击 台南市要将同向全面撤出校园 但台北市长推论着不跟进 呼吁要彼此尊重 高雄小港机场出现跳蚤咬人 航空公司的人员和李克全被咬成红豆冰 云霄节快到了 台北市政府今天开始免费发送 跟节小提灯总计有十万个 你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三月一号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李小如 先为开始我们来关心 这台中的BRT发生了 夹伤女童的意外事件 有一对小姐妹 昨天下午是搭乘BRT 姐姐先下车 但跟在后面的妹妹来不及下车 这车门就关上了 她的手还被车门夹伤 而姐姐还追了两公里 到下一站才找到妹妹 两个人都饱受惊吓 今天司机已经出面道歉了 而台中市长林佳龙也要求立即检讨 BRT开进站 一对小姐妹准备下车 牵着妹妹的姐姐才刚跨出月台 不过车门就突然关起 后方的妹妹手被夹了一下 虽然车门又开了 不过车子已经离站 小妹妹一个人还在车上吓得大哭 一旁有乘客帮忙安抚 不过司机却透过广播系统表示 车子已经离站 不能够在站区外上下车 让姐姐追了好一段路 在两公里外的火车站才接到妹妹 事件发生在228下午 往台中火车站方向的BRT 当时车子开到加东脚站 却发生姐妹被迫分开 还因此夹伤人 司机坦诚心急加上死脚多 没有看到妹妹也要下车 不过家长在脸书po文质疑 当时姐姐要求司机开门 却被司机以规定来拒绝 应变SOP显然有问题 我想我们还是会独处BRT公司 赶快建立 现在这种台中的BRT 到底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能够让司机 在衡量这样的情况之下 允许他开门 因为现在按照规定 现在司机如果在路中间 就是不在车站 开关门司机会被处罚 司机解释BRT离开月台之后 不能停车 也没有注意到后头有人追赶 交通局长坦诚有检讨空间 已经针对司机轻呼寄警告来惩处 并向家长道歉 台中市长林嘉隆 则是在脸书留言表达庆意 要求交通局立刻展开查处 并且检讨应变流程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继续林健身棚换群 台中报道 只坐错车一般人都会很慌张 老人家更是如此 新北市有一名92岁的老阿嬷 原本是要搭公车 去大直区的国防部 结果他却坐到新店 但他还坚持要司机载他回大直 双方在公车上也争执不下 车子也进退不得 全车的乘客行程也都受到影响 只好请警方来协助化解 才把老阿嬷带了下车 并且帮助他成功的前往目的地 面对远景相劝 92岁的理性妇人 还是不动如山 坚持待在公车 原来他是要到大直的国防部 却搭错公车 坐到新店 无法到达目的地 老夫人很不开心 要求司机要载他回大直 但这公车路线 怎能说变就变 双方出现争执 公车也进退不得 有乘客拒绝下车 司机只好报警 远景到场后 试图要问老夫人的姓名 和家人联络方式全都碰壁 只能好说歹说 还挂保证一定能让他回家 终于说服富人下车 远景突破老人家新房 也成功帮他回到大直的家 社服团体则分析 老人家不愿意下车 应该不是有意要霸占大众运输 而是担心迷路才会一时紧张 乱了本寸 社服团体认为 银把族做大众运输 需要公车能够明显标示路线 并有清楚的语音说明 如果司机在老人家上车前 能多点询问和提醒 提供友善的交通环境 都渴望能降低老人家搭错车的状况 接下来林国黄 陈立峰新北市报道 继续来关心 前后卫司令部的士官长马振宇 在军中逼迫不敢吃辣的成姓士兵 吞下超辣的辣椒 导致这小兵嘴唇红肿 还拉肚子 台北地院就认定是犯了强制罪 判刑三个月 得一颗罚金 但也因为这一起恶诊事件 马振宇他还被查出 是福报诈领费用两万三千多元 最后也被法官以贪污罪重判十年 拿起辣度超过百万度的生辣椒 都必须拿手套防护 避免皮肤受伤 更何况把这些辣椒吃下肚 不过在101年期间 前后卫司令部士官长马振宇 则是二诊小兵 要求不敢吃辣的成姓士兵 吃下一汤匙的百万度辣椒 还呆说不吃就不是同一国的 小兵只好含泪把辣椒吃下 结果就紫唇红肿 还拉肚子相当难受 一般辣椒的辣度大约是七千多度 常拿来做辣味料理的鸡心椒 则差不多是七万到九万度 跟百万度的鬼椒相比 都是小屋见大屋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马振宇被指控在军中耍官威 逼小兵吃辣椒 虽然马振宇变称 鼓励吃辣是增强抵抗力 但这番说辞 台北地院不采性 认定他涉犯强制罪 判刑三个月得一颗罚金 但也因为这起二诊事件 马振宇还被查出 他福报餐费和夜点费 两年多诈领两万三千多元 则被依法官依贪污罪 重判十年 就算林国黄新本市报道 嘉义昨天是发生了一起人伦悲剧 有一位住在台中的灵性女子 带着一对儿女 在嘉义的汽车旅馆服药自杀 母亲最后是被赶到的救护人员救起 可是他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 都已经死亡 二二八这一天的早上 嘉义发生一起人伦悲剧 一位住在台中的灵性女子 长期受忧郁症所苦 带着一对儿女 在民雄的汽车旅馆服药自杀 现场留有四张遗书 母亲被及时赶到的救护人员救起 可是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 都已经不幸死亡 汽车旅馆里面 有这个发现了三名 一名大人两名小孩 有疑似自杀的这个案件 经本人级的人员紧急赶到现场之后 通知救护车将该三名都送医 那两名小孩 一男一女的小孩 到院前已经死亡 在监视器画面中的灵性女子 躺在急诊室病床上 已经进入深度昏迷 根据家属表示 女子可能因为忧郁症病发 才会带着孩子走上绝路 母子三人自杀的旅馆外 阳光很大 窗台上的花开得很漂亮 可是两个孩子却再也看不到这些美景 学者认为 这类的父母其实是杀了孩子 在自杀 这样的行为 已经涉犯十年以上杀人重罪 甚至可以依照儿少法加重刑责 郑瑞隆教授强调 越小的孩子越依附父母 父母一旦出问题 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认为政府必须更积极追踪高风险家庭 否则这类杀子在自杀的案件 依然会层出不穷 记者李慧宜昭全 综合报导 继续来看高雄的小港机场 为了要扩大后机室的空间 这三楼的国际线从两个月前就开始施工 不过最近这几天气温温度很高 这常在天花板和地毯的吊爪全部出笼 把这航空公司的柜台人员和旅客都咬成红豆冰 小港机场今天也赶紧加强消毒 施工了两个多月 高雄小港机场三楼国际线的柜台旁 又快要多一处可以让旅客好好休息的地方 不过拆除天花板和地毯的同时 却也抖出了藏在死角里的跳蚤 尤其最近天气逐渐炎热 跳蚤开始全速出笼 把航空公司柜台人员和旅客咬成红豆冰 会仰热 比第一次咬到现在大概多久 发现跳蚤的情形以后 他们跟我们航空站反应 我们就立刻找清洁公司来做喷药消毒的动作 跳蚤藏身之处 大多集中在国际线柜台的地毯上 一个星期以来 高雄航空站已经进行五次全面消毒 还特地发给航空公司杀虫剂 和舒缓皮肤发炎症状的消炎药 就是怕跳蚤虫害越来越严重 导致小港机场这个台湾南部 唯一的国际门户形象受损 台湾虽然不是很大 机场能做这么大也是蛮好 那肯定很不好啊 那肯定很不好啊 要是咬的话肯定 多多少少有一点吸血传染之类的嘛 张先生一家21口 特地从中国江西来到台湾旅游 高雄机场是他们抵台的第一站 也是他们对台湾的第一印象 高雄小港机场航线 大多集中在中国 香港 澳门 日本和韩国等短程往来的国际线 因此做好机场的管理维护 其实也就是打造更好的国际形象 记者李慧一梦招全高雄报导 每逢228全台各地的这蒋介石同像 难免会成为遭人泄愤的对象 为了落实转型正义 台南市长赖清德昨天表示 要将蒋介石的同像全面撤出台南市的校园 有台北市议员也呼吁台北市长 柯文哲可以跟进 但柯文哲说要避免制造对立 他不会刻意去处理同像的问题 也呼吁彼此尊重不同的过去 人民是可以超越历史做自己的主人 为了加快落实转型正义228纪念日当天 台南市长赖清德出席追思纪念会时提到 会尽快让所有的蒋介石同像推出校园 此话一出也立刻引来台北市议会的呼应 建议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能够跟进 让全台北市七十五座公立中小学的蒋介石同像 也能够撤出校园 最近这些攻击事件 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原谅这段过去 那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继续放在那边的话 我想未来的冲突会不断 类似的事件会不断发生 放在中正纪念堂外面 做一个那种展览区 然后我觉得很有装置艺术的感觉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号回母校新竹中学时 却认为为了避免挑起对立 尊重彼此的过去表态自己不会跟进 那些同像留着并不是说我们在精神上屈辱 而是说我们终于可以超越历史 做自己的主人 我个人在台北市会尽量避免制造对立 这是我个人的立场 每年只要到了228前夕 全台各地都要上演蒋介石同像遭人泄愤的戏码 同像不是遭人喷漆就是被改头换面 甚至在基隆还有同像遭人斩首 尽管228事件经过68年的沉淀 但历史的伤痛与愤怒却依然无法平息 要如何处理全台各地的蒋介石同像 依然是政治人物与民众共同面对的课题 记者李威传蒋龙翔台北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决定不承接前主席马英九 对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案的诉讼 让马英九很不满 不过国民党明天将要举行立法行政研讨会 目前规划马英九王金平和朱立伦三个人同台 三个人会如何互动也各界关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确认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国民党籍 总统马英九不太罕见的发出个人声明 表达不满 还为此取消和朱立伦同台放天灯 被视为马系的前总统府发言人罗志强28号 也在脸书上批评朱立伦的决定 让他对国民党重大扣分 罗志强还说出重话 如果最后是王金平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那么就是他和这个党说再见的时候 马英九与此离兵接连的大动作 让外界猜测马和朱王两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恶化 尤其国民党即将在3月2号 举行立法行政研讨会 马英九 王金平和朱立伦将会同台 三人见面气氛备受关注 但是有些尴尬 没有啊 我们都是平常心啊 我们一向非常尊重他 我们贬持尊重之心 自然心无挂碍 另位马系子弟兵也是前总统府发言人的 范江太基则传出有意投入国民党的 陶渊市第二选区立委党内初选 挑战国民党现任立委廖正锦 也被外界解读是马系子弟兵 向朱系人马勋战 朋友跟乡亲也都认为说 这个党应该要做一些改变 那么也劝我说这个回乡去服务 一旦我决定了以后 我相信选择权是在所有乡亲跟民众的手上 都没有工作 他找自己的出入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但是像我这个选期的话 就不必请他代劳啦 我在这边就可以为国民党打赢这场选战啊 廖正锦强调他不是朱系人马也没有派系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廖正锦对于范江太基的挑战很不满 马家军和党内同志的交锋再添一桩 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 英国的皇家空军特技小组 今年迈入成军第51年了 这个昵称为红舰的队伍 就有架飞机的垂直尾翼 都从原来的红白蓝直线条文 改成英国国旗的图案 要借此彰显他们代表英国的特殊地位 无论是酒架飞机的人自行编队冲场 或是代表性的钻石队形 红舰特技小组总会成为英国国内外 各大航空展的焦点 成军50年来 已经在55个国家 表演4500多次的特机飞行 当初为了安全考量 机身七成红色 却意外成为飞行队独一无二的特征 为了追求完美 特机飞行队每天要这样来回练习五趟 每一趟飞完都要彻底检讨 同时 红舰不是只有九名飞行员和九架飞机 整个队伍连同各有专精的工程人员 人数多达120人 去年是红舰成军满50周年 他们特地把过去垂之为意上 红白蓝三色的直线条纹 改称像这样的国旗图案 今年迈入第51个年头 图案也重新设计 英国空军官员指出 红舰不只是表演特技 出国巡回也代表国家 因此垂之为意 新的国旗图案 也有它特别的意义 记者徐家仁报道 中国政府利用地利贷款 支持中国企业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大规模争取重要的基础建设合约 现在已经引起不小的反弹 例如斯里兰卡就准备在这个月底 新总统访问北京之后 要和中国重新讨论相关的资金 和贷款的条件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 萨玛拉维拉 两天前台和中国总理李克强 外交部长王毅会谈 但就在访中行程结束前 萨玛拉维拉在记者会上 对于中国资金 大举介入斯里兰卡的 重要基础建设 重申当地政府与人民的疑虑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中国大手笔贷款给斯里兰卡政府 让中国企业承包斯里兰卡重要的基础建设 最受瞩目的案子就是首都可伦波港口 15亿美元的货柜码头扩建计划 今年1月斯里兰卡选出了新总统 希里塞纳 而担任外长的萨玛拉维拉 估计中国贷款金额高达50亿美元 同时根据前任政府和中方达成的条件 斯里兰卡厂商如果要多争取工程合约 中方就以提高贷款利率为要挟 斯里兰卡前任政府的亲中政策 还不止如此 他们更让中国解放军的潜舰 停泊在首都可伦波的港口 不仅引发国家安全疑虑 也让邻国印度相当紧张 新总统希里塞纳上任后 把访问印度摆在访问中国之前 显示未来将大幅调整外交政策 也难怪日前两国的外交部长会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脸严肃 完全没有笑容 记者徐佳人报道 继续我们来关心 这北北极七年多没有涨计程车的费用 今年确定要调涨了 北北极的市政府和计程车业协商做出决议 打算最快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 调涨计程车的费用 平均调升的幅度达到14% 但民众的荷包没涨 油价又下跌 便对小黄涨价 不少人都难免抱怨 有搭计程车习惯的北北基民重要注意了 最快可能从5月1号起 搭计程车荷包要多付些钱 随着物件不断的波动 营运成本提高 超过7年没有涨价的计程车 将调涨价格 根据新收费方案 前1250公尺 维持70元的起跳价格不变 但跳表的频率从250公尺跳表一次 缩短为200公尺 研制时间从原本100秒 跳表一次缩短为80秒 对于这样的起伏 有民众认为不妥 虽然涨价方案已经确定 但是到底何时要上路 还要再等北北基座进一步的协调 根据估计 这次的涨幅每天将由85万人次受到影响 对司机来说 涨价算可以让司机每月收入多增加4到6千元 但是按照竞车工会的估算 其实要上涨到20% 才足以反映过去增加的成本 记者李维传 蒋龙翔台北报道 再过三天就是元宵节 全台各地都有灯会活动 台北市政府也在今天开始免费发送台北灯节小提灯洗妹 从今天起发到元宵节当天总计有10万个 第一天就有大批民众排队领取 另外今年台湾灯会的地点是在台中 台中公园里的主灯吉阳康泰 其实就是2003年阳年灯会的主灯 经过了重新修复 再搭配雷射光束 12年后又重新和民众见面 228年假最后一天 花博元山公园人潮几爆 成人人龙全是为了领台北灯节小提灯洗妹 因为每人限领一盏 而且每天限量发放 不少家长一早就带着小朋友来排队 有人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拿到 还有家长为了帮小孩子拿提灯 领完新北市小提灯 赶花再领洗妹 小提灯 开心 我们早上还排新北市 大概三个钟头 每年都来 排上几小时总算领到小提灯 小朋友迫不及待要求爸爸现场组装 不到两分钟洗妹小提灯就完成 头戴蝙蝠黄罐 身体还有花朵星星月亮等图案 小羊造型淘袭可爱 而且四肢可灵活摆动 变换各种姿势 大朋友小朋友都爱不释手 台北市政府表示 这次预计发送十万展即日起发送到 三月五号元宵当天 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 外加花博圆山圆区 共十三个发送点 而每日的发放数量 则会随着人潮多寡来调整 发完为止 那像今天是假日所以我们是一万一 那明天后天是一般的上班日 所以人潮会少一点会规划六千 那延宵节当天我们会规划 有七千盏的小驴灯 今年台湾灯会在台中 主灯吉阳康泰高约二十公尺 打上雷射光发出绚丽的光芒 三只巨洋超有霸气 据了解原来早在十二年前 就是台中灯会的主灯 这几年一直放在台中公园 钢骨结构重达二十多公吨超有分量 如今过了十二年 整理修复完成后重现江湖 搭配灯光音效台中灯会的主灯 更有看头 记者郭俊玲 黄历伟 陈信龙 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为了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各地方的搜容所都在追求 较高的任灵养率 并减少安乐死的比率 不过台北市流浪猫保护协会认为 其实更要关注的是退养率 因此特别重视猫咪特质的评估 帮他们找对主人 退养率可以控制在一成左右 猫咪有长毛有短毛的 有的活泼喜欢跟人玩 有的个性很稳定 到底要选什么猫咪才适合 家里也任养了猫咪的周先生表示 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需求 就好整理啊 好整理是比较重要 满屋子猫也是收起来很累 一年至少公开举办20场送养会 台北市流浪猫保护协会 很重视将流浪猫咪交给中途之家的保姆先饲养 希望掌握猫咪个性 再看主人需求 替彼此做最好的配对 就可以大大降低退养率 他是上班主 他今天是家庭 他家里有小孩 他家里有老人 然后甚至就是说 他的工作时间有多长 然后去帮他 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访谈过程中 就去帮他配对 找到比较适合的 目前各地动物收容所 喜欢以认领养率提高 作为流浪动物减少的重要指标 不过协会认为 不应该只看认领养率 更要看退养率 才能确保流浪动物找到落脚之处 而以这个协会与其他团体合作协力 每年大约送养300只左右猫咪 退养率大约一成 介绍你们的朋友组台北报道 明天新城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北部及东北部气温比较低 新竹以北沿海空旷地区 有10度左右的低温 找起出门的观众朋友要留意了 接下来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在北部地区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 最低温11度最高温20度 在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 最低14度最高24度 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恒春 最低温16度最高27度 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蓝宇 最低13度最高22度 在外岛地区澎湖金门马祖 最低9度最高21度 未来三天天气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 最高温是25度 在东部地区和外岛地区 最高温是23度 新闻最后带您去美国看看 刺激的滑雪特技赛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到了 去 Esper Pitt 上京是奥金门马祝 冬天只问你 ghost 我们有 kings 看无理 有奈 有紀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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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小跳起 我一直超前人家学习 16岁上了台下电梯系 我是小五 跳国一 我进国一的时候 我第一次班上考第三步 开始怀疑我自己就是说 诶 我真的适合当跳起舌吗 现在跳完起之后 我可能刻意更不上 某些时间点真的刻意压力已大下来的时候 会很想起之后